選擇 機會 機會 大魔王 大魔王 太強了吧 MVP的大魔王蝦紅仁 他是我們的 Yeah 酷 好 我們要歡迎我們MVP 三次他的積分 都是最高的蝦紅仁來到現場 Yo What's up Bro 真的跳到我 酷 好 蝦紅仁 你好 三次的衛冕 都是最高分 你跟Andrew認得嗎 我跟彥爵是好朋友 那我知道他 他是他的歌手 歌手 對 他會唱歌嗎 他 他 我不知道他不會唱 可是彥爵 就是表演的時候 他合成的時候是滿驚豔的 滿驚豔的 對 好 節目比賽至今 蝦紅仁屢次獲得最高分MVP 成為最接近發片 夢想的選手 但他不因此懈怠 對於每個細節都格外要求 其實我都一直把這個比賽 當作是一個表演 就是我要一直做的目標 希望自己的音樂 能被大家聽見的蝦紅仁 即將帶來宇宙不同的 蝦式向前走 花車 漸漸去走 在花給我的故鄉跟親倦 親愛的夢子 再揮霸 家裡的朋友 故事啦 我要來去台北 打拼 聽人說現在最討厭的是 韓國去拚的啦 朋友 唱歌 是愛作冰斑的傭奸 不管如何路是自己走 會唱的 一起唱啊 好 再揮霸 好 什麼都不怕 好 再揮霸 好 再揮霸 好 再揮霸 我 向前走 台北 台北 台北車頭夠路啦 對了 如果你有手的話 我的理想跟希望 都在這裡 以前聽人唱台北不是我的家 但是我一頂嘛一頂嘛都沒感覺 噢 再歸巴哇噢 什麼都不怕 噢 再歸巴哇噢 如果 向前走 謝謝 蕭洪仁 你知道你是我們這裡積分最高的 每次都是超過八千分 謝謝大家 謝謝 然後很多人都在講蕭洪仁 現在真的是洪仁了 然後我們還在想每一次你到底會唱出什麼樣的歌 你剛剛那一個小小的舞蹈動作很 我練很久耶 不要 很性感喔 謝謝 謝謝 看到了一些你的潛力啊 好 要問一下堪姐 你再一次看到她 你覺得 我覺得 其實昨天沒睡覺有一點點困整個都醒了 然後 Andrew 我覺得 他有自信 給我感覺很健康 我支持你回去選美國總統 好 好 好 那蕭洪仁 你終於不怕了 你表演得非常好看 因為被我爸罵了 非常好看 我爸很兇耶 OK 謝謝 把他電話號碼給我 好 但是我覺得蕭洪仁 你會不會太瘦了一點 對啊 我吃不怕耶 當藝人就是要瘦 像你這樣已經不當藝人很久的感覺 你懂嗎 寬姐都是不當藝人在這裡 說他吃不胖 我這次聽不懂 這個 我們呼吸都胖 怎麼回事啊 我覺得我們兩個有被攻擊的感覺 我也覺得啊 當場扣兩分 完全不知道評審哪裡痛 怎麼回事啊 對不起 寬姐 對不起 我會吃胖一點 好啦 有對比就算了 好 俊平老師 其實我剛剛聽洪仁在唱的時候 當那個聽到那個大哭 我就感覺說 哇 這時候如果 Andrew在旁邊幫他彈bass的話 我覺得 很厲害耶 對 肯定很厲害 我覺得一定會加分 他的bass真的很好 對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groove 一定會幫他加很多分 那 宏仁呢 我覺得今天很棒 他今天把一些和弦也改了 OK 然後轉key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地方非常精彩 然後後面的 就是他有很多和弦 他做了一些變化 我覺得很棒 現在我們老師要評分 不知道佳佳 剛剛300位觀眾 聽到他們唱歌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反應 好的 剛剛聽完兩個選手的表演 像向前走 真的也帶動了全場的氣氛 這裡有一對夫妻 他們從國中時期就認識了 所以現在結婚也很久了 好久了 二十幾年了 二十幾年了 歡迎你們來 謝謝 先生先來說一下 現在聽完這個蕭弘仁跟安主 您覺得如何 對音樂本來就是容易 過了人內心的喜怨哀樂 所以聽了音樂以後 那種刺感會更深 華安主 我們就是認識他的音樂 音樂還是比蕭弘仁 當然差了一點點 也許以後努力的話 能感而上 那我最漂亮是投給蕭弘仁 謝謝 謝謝 聽了兩位選手 那個歌手的表演啊 那本來看到那個華安主的表演 我們已經很享受 然後聽到蕭先生 大家就像剛剛那個主持人講的 不是那個寬姐講的 突然醒過來 就覺得很輕鬆 然後好像有點是 欣賞他的那個個人的 怎麼演唱會一樣 真的是有那種氣勢 兩個選手呢 各有所長 一個氣氛很厲害 一個非常專業 到底誰能夠得到 五位老師的青睞呢 來 蕭弘仁 好 蕭弘仁跟華安主 蕭弘仁 首次在表演中 加入舞蹈元素的蕭弘仁 大膽顛覆以往形象 讓全場沈浸在蕭氏魅力中 女創高分的他 今天會獲得幾分呢 18、17 18、18、18 18、19、15 好 那今天的分數是 蕭弘仁的分數 會創下新高嗎 好 王冬妍 他幾乎都是8千5、8千幾的分數 是我覺得8千幾 是8千7 好 猜8千8 好 財弘仁 我去 好 那 今天的分數是 9000 9000 9000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後人自己 戰勝了自己 自己挑戰自己成功 9000分 謝謝主 謝謝大家 謝謝 恭喜直接晉級的六位選手 當中有三位是今天挑戰成功的 來 請上台 恭喜七強誕生了 恭喜七強 那我們就先來頒發MVP吧 對 好 我們今天的MVP蕭紅仁請出列 可以得到立德集團提供 西頭北頭兩人履戀 價值10萬元的住宿券 我們歡迎總經理特助 林志明先生上台頒獎 吃的用的穿的住的都有啦 太開心了 回到MVP蕭紅仁再次得了我們的MVP 價值10萬元 恭喜… 時事名歸 也謝謝